字幕提供 各位觀眾大家好 現在我們來到了大山 這裡以前叫 大山砲台 這裡可能以前 它廢棄的軍用廁所 左側這裡 可以看到 以前 廢棄的銀色 這個都是以前的 炮台的 彈藥庫吧 這裡現在叫 青灣仙人掌公園 這個都是以前的 古蹟 應該都封起來進不去了 封起來 這裡是 澎湖的 好像地級 大砲台之一 它 開了 是從這裡開的 可是 從裡面鎖起來 就進不去了 這就是大灣砲台 大山砲台 也叫青灣 這邊 左側這裡 可以看到 是廢棄的 應該以前的銀色 還可以前來 探望一下 看一下 它裡 整個都 崩掉了 這條路線 應該是可以歐走一圈 因為我看到 步道有環到山上 等一下我會走到山上 現在我們原路退回 退到剛才的 軍用廁所這裡 廁所這裡 我是機車把它騎到這個位置 現在這個 整個廠區好像 有在做露營區 如果要參觀 是要用走的進來 可以看到這個是廢棄的 舊銀色 我們順著這條道路往上走 可以看到 有蠻多這種巴士型的民宿 基本上這裡 可能要進來 住宿才可以進來 這裡是一口井 這是當時駐軍 這邊的飲用水 進來 我們在順著 這條山路往上走 看能發現些什麼 奇奇怪怪的風景 右側這裡還有 這也是砲台的遺址 我們過來 來 探望一下 探看 這裡是以前的舊銀色 這裡可以走上去 這裡整個都是仙人掌 這裡整個都是仙人掌 這裡是伴藥布 這裡是伴藥布吧 走上來是觀測鎖 觀測鎖 觀測鎖是用鐵做的 上面是鐵 從這裡 從這裡就可以看到了 就這樣不要進去 因為它上面有點 壞掉了 那我們就原路退回去 上面應該有泡陣地 做不上去 都是仙人掌 做不上去 做不上去 都是仙人掌 好 這裡是以前的銀色 可以看到以前的床還在這裡 這個床很久是木造的 好 我們就退出去 以前都是放彈藥的一個裝置 砲台 還蠻大的 還蠻有的光 這裡又是另外一個 其實它整個的建築都差不多 好啦 那我再退回去 探訪這種歷史建築 我們就是 觀賞說 以前在這裡駐軍人的辛苦 你看看這些工程 是多麼的艱辛 你看它這些 窗塊疊的也是 很漂亮 這裡還特別留下一個景 你看 它說 刻的人啊 這裡還有一個 我們進來探訪一下 建築的大型都一樣 我們進來探訪一下 建築的大型都一樣 那邊還有路喔 這裡上面就是砲台 砲陣地 這裡就是砲陣地 現在我們所在的位置應該就是 這座山最高的位置 大山 這座砲台就是它最高點 我們動這座砲台上方的 它銀色下方有砲台的基座 這座砲台 這裡還有一個 這裡還有一個 我們從這裡逛到那邊 再走另外一條路 再走另外一條路 這裡叫做大山啊 也叫青灣啊 這裡是大山砲台 這裡是大山砲台 這裡總共有三座砲台 有好幾個冰射 這裡真的展狀是很好 這裡還有一個砲台 基本上它下面如果有一個冰射的話 彈藥火舞就有一個砲台 作為輔助 我們在順著這條道路 走過去可能走到哪裡 這座建築物也是蠻大的 我只是 沒有維護啊 雜草重生啊 不過以人力的 維持來說 要維護這裡也是相當不容易 我們走右邊那條 路徑過去 我猜應該是可以歐走一圈回來啊 我猜應該是可以歐走一圈回來啊 可以回到原來的位置 這個砲陣地其實占地也蠻大的 這個好像都是放彈藥的地方 我們順著這裡走上去 以前的碟石都還在啊 雖然還蠻堅固的 這個 這個是交通好啊 慢慢走啊 不確定能去哪裡啊 不確定能去哪裡啊 這裡有一個 插入口的步道耶 也可以去哪裡吧 這條路 有一條路會上來 應該是從另外一邊那邊上來的 路徑啊 我就不走了 我們走這裡看看 走上去 這裡是他應該是最高點啊 這裡是他應該是最高點啊 大山的最高點 這裡蠻多牛大便的 行走的時候 請小心 這裡的展望非常的好 這裡的展望非常的好 從這裡就可以啃到我們 經過剛才那個砲台的位置 這個上方是個平台啦 這個平台 平台上方還有一個 孤獨的碉堡 這個以前應該有銀色 可能都毀掉了 好那我們就從這邊下去 這裡好像也要 蓋什麼東西吧 這樣子就走給原來的位置 這裡 最上方有可能以前是 套陣地之類的吧 好 慢慢走過來就可以看到我 機車停在那個位置 基本上 機車是可以上來的 這是 怕騎那條路 人家都會 呱叫吧 好 那我們回到了原來的岔路口 這裡 就不太多說了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請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加分享 謝謝大家